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WiMuN TV Art Gallery 也是我们唯一台 艺术馆的开幕仪式 首先呢 我就借我们各位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大家的到来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Elly Ng 应该没有人不认识我 好 那么今天呢 是我们WiMuN TV 也是从WiMuN TV这个平台延伸的艺术馆 现在大家来到的地方 不只是一个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由于我们帮老师转型线上 过后我们就延伸了艺术馆 因为我们从认识老师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老师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 也是非常立志的一个故事 于是呢 在老师跟我们合作之前 大家可能有看过以前的一些新闻 写着什么残壁书画家 对不对 于是我帮老师改了一个名字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称为老师为立志书画家 老师做的是艺术 所以老师的这些才华 我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各地很难找到的 很难找到的 有谁可以在不用喝三天酒 不用醉三天的情况下 可以写出马上用你的名字写成一首诗 而且是全家人一家四口加一条口 都可以写成一幅美丽的诗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亲配老师的地方 看到 所以大家应该给老师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所以在中华文化的这一块 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大家 谁没有中文名字的 举手让我看一下 都没有 你看都没有人举手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都有中文名字 为什么到今时今日 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还有中文名字 要感谢大家 回家要感谢你们的父母亲 你们的前辈 你们的爷爷 你们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 帮我们争取了 直到今天 我们都还有中文名字 你看中华民族 我们全世界都有中华民族 在每一个国家 不管是新加坡 泰国 印尼 柬埔寨 老挝 辽国 全部地方都有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国家 保留中华文化 保留的这么好的 他们下南洋的时候 保留中华文化 保留的最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站在的地方 在这片土地 就是马来西亚 是不是应该给大家的祖先们 一个热烈的感谢他们 我们到今天 因为他们的奋斗 我们才有 才还会写中文字 还看得懂中文字 虽然现在 有很多人 已经看不懂繁迪字 但是 藉着我们这样子 去推广中华文化 我相信我们 总有一天 会让全世界听见 中华文化的声音 因为 随着中国的崛起 很多中国人 会开始 出来全世界各地 购买 买回高价 买回 属于他们中华文化的遗产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以前那些古董 随着战争 被移到全世界各地的 现在都有中国人 跑来全世界各地 就是要把他们的文物 买回去 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 有 那么讲到艺术品的收藏价值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好不好 可以听吗 要不要听故事 可以可以 1992年 有一个书画家是叫 傅鲍石 知道吗 在北京人民会谈有他的画的 但是他的最好的一个作品叫 虎聚龙门 那一幅画 1992年 他的后人 去找了万达集团的老板 王健林 谁知道老板 王健林是谁 万达集团 王健林 那么1992年 他去找王健林 他说 他家里有这一幅祖先 就是富豹石 书画家 水门画家 留下来的一个作品 这个是他的代表作 叫虎聚龙门 这一幅画呢 他就以一个3600万的价格 卖给王健林 那么王健林那个时候 还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像富豪班这么有钱 以前那时候 1992年 王健林的公司才刚刚要开始创业 那么3600万对他来讲 他已经足够去开发一个房地产的项目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 要把这一个虎聚龙门 盘下来 就跟他的后人 因为他看到他的后人好像急着用钱 然后 急手 很急的要把他的祖先的话呢 放手 这样子他就跟他谈3600万 可以 他说分4次还可以吗 这样他的后人就说可以 你知道给了两次钱 半年后 他的后人再来找王健林 他说 家里真的是需要急用钱 不然这样子 我把3600万 降到2400万 这样王健林就马上 谁都找一笔钱出来 跟他买下来2400万 直到2003年 长江集团 的这个 李嘉诚 他看中了这个王健林收藏的这一幅画 他出价10亿 要买下这一幅画 但是王健林不卖 所以你看他用2400万赚了几个亿 赚了9个亿 赚了9点多亿 但是他坚持不卖 所以 直到2003年 10个亿 到今天 2022年 我相信那一幅画 已经是超过10个亿的价值 所以这个就是文化的 遗产的价值所在 所以现在 最难得的就是 老师 还在 老师是滑身身 而且可以马上 你要写什么 写的 但是我叫老师写 不要脸 他是不要写的 他写一写 还开玩笑 他不写 因为老师是非常注重文化水平的一个人 那么老师的故事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那么接下来我刚才讲完这个小故事过后 希望大家 以后看到文化 我们会起一种心态就是尊敬尊重 跟钦佩我们中华文化 能够有今天这样今时今日的成就 接下来我要借大家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的许梅老师 很感谢大家的光明 大家的捧场 觉得很荣幸 然后也很感谢VimentTV 能够一直这么努力的付出 把这个展览馆 艺术馆 安排到很美 做到很庄严 希望大家欢欢喜喜 高高兴兴 到这边参观 有喜欢的书法的 然后趁我还有在这里的机会 要写什么 我都可以很热心的记忆 为大家服务 然后本身我的人生是平平淡淡的 因为人生本来是看看客客 但是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平平淡淡的日子 书画也是用一种心平契合的心态去写出来 你们大家所看到的作品都是我去用心去写的 本身我的故事 谢谢Annie老师帮我讲的立志书画家 其实立志是说我们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努力 今天的书画结果也是我 几十年来的努力 写出来的一些作品给大家展览 原生我在19岁的那一年就遭遇了一场意外 这场意外让我失去了双手 然后那时候我19岁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的 然后我就封闭了自己有三年 三年里面我是封闭了在家里不断的练习 然后在社会上也是不断的学习 还有今天的书画的成就 谢谢大家的逢场 然后一直以来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也是非常的感谢 也希望你们继续关注我们的VimentTV 让我们继续能够努力的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将会举办一个 别开生命的开幕仪式 那我们就会由我们的选美老师呢 为我们大家呢 为我们这个艺术馆 同时也为我们在场所有人呢 在建议之下呢老师会提一首 提一个四个大字是吗老师 然后会提一个四个大字 作为我们今天唯一台艺术馆的开幕仪式 来帮大家可以靠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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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